《神之宝》 《神之宝》 《智书》 上主请你们进入那流奶流米的地方 保持圣服的法律藏在你们口中 阿里路亚 祝父己子己 生生之鸣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 圣诗人是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祝福大家复活节快乐 阿里路亚 在今天的读经语 我们将听门徒们 他们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把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一切 跟他们自己的犹太人同胞分享 我想他们所做的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把复活的耶稣基督与其他的人分享 这个也是在福音里面 我们将听到的是 耶稣把这个好消息 透过妇女去告诉门徒们 门徒们也是一样的 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 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想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承送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圣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眠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者 求你不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佑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人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帮助教会 借着新教友的热忱 不断地成长 求你上次 你的子女们 从前因信仰 领受了洗礼 现在也能终于信仰而生活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 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 宗徒大事录 五旬节那天 伯多和十一位宗徒 站起来 高声对众人说 诸位以色列人 请听这些话 纳杂勒人耶稣 是天主用大能 奇迹和征兆 就是天主借他 在你们中间所行的 如同你们所知道的 向你们证明了的人 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 和御之被交付出了 你们借着不法之徒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杀死了他 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 使他复活了 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 打位指着他说 我时刻定睛 仰望着上主 有他在我身边 我绝不动摇 因此 我心里高兴 五内喜欢 我的肉躯 也无忧安眠 因为 你绝不会将我 遗弃在阴间 也不会让您的圣者遭受腐朽 您必要只给我生命之道 在您面前才有圆满的喜乐 诸位弟兄 容许我坦白对你们讲论 圣主打位的事吧 他死了 也埋葬了 他的坟墓直到今天 还在我们这里 他既然是先知 也知道天主曾以誓言 对他起了誓 要从他的后死中 立一位 坐在他的玉座上 他遇见了这事 就讲论墨西亚的复活说 他没有被遗弃在阴间 他的肉身 也没有见到腐朽 这位耶稣 天主已经使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您是我的寄托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您是我的寄托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您是我的寄托 我对上主说 您是我的上主 没有您 我就没有幸福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您是我的寄托 我要赞颂引导我的上主 我要赞颂引导我的上主 我的良知 连夜间也督促我 我时刻定睛 仰望着上主 有他在我身边 我绝不动摇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您是我的寄托 因此我心里高兴 五内喜欢 我的肉躯也无忧安眠 因为您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 也不会让您的圣者遭受腐朽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您是我的寄托 您必要只是给我生命之道 在您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 在您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各位教友 请向逾越节的羔羊 献祭歌颂 羔羊赎回了群羊 圣节五岁的基督 使罪人与天父和好如初 生命与死亡展开了决斗 使人惊慌 生命的主宰死而复活 永生永望 玛利亚请告诉我们 你在路上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永生基督的坟墓 和他复活后无比的光荣 还看见天使作证 又有看经和念故 基督 我的期望已经复活 他要先你们而去加里勒亚 我们知道基督 这时从死者中复活 顺利的君王 求你垂怜我们 三 Court 三 genau 三 Helena 三 screens 三明月 三爹 赞美主 亚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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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 我们要欢欣鼓舞 赞美主 赞美主 亚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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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亚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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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公主圣玛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妇女们立刻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非常喜乐 跑去报告耶稣的门徒 突然耶稣向他们迎面而来 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便上前保住他的脚 朝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报告我的弟兄 叫他们到杰利利亚去 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 妇女离去的时候 有几个卫兵进了城 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司机长 司机长和长老聚会上一之后 就给了兵士许多钱 祝福他们说 你们就说 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夜间来了 把他偷走了 如果总督听见这事 我们会出面说话 保证你们没有事 兵士拿了钱 就照他们所祝福的做了 这谣言直到今天还在犹太人中间流传着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在过去好几次跟大家分享有关假消息 在我们的社会上 我们可能每天我们在网路上看到了一些消息 我们就不要太快的把这些的消息去传给其他的人 去传给我们的朋友 我们先澄清一下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消息 是否真实 是否真的 那这假的消息 不只是我们现在的人所遇见 所看到的 早期在耶稣时代 也有这个假消息 耶稣还活着 他在扎里雷亚传教的时候 犹太人的领袖们也把假消息传不出去 说耶稣是以魔王 贝尔兹布取谋 这个是他们所创造的那个假消息 要传 要把耶稣的跟随者 就是要禁止他们跟随耶稣 那耶稣死了以后 在今天的福音我们所听到的 他们又在创造另外一个假消息 因为耶稣之前跟门徒们也跟人讲了 说他将来在耶路撒冷要受难 要死亡 当时第三天他要复活 这个的预言 耶稣对自己的复活的预言 已经犹太人的领袖们 他们已经都知道了 所以当耶稣死亡 他们把耶稣的遗体放在坟墓里 把门口怎么样去堵住了 用那个石头堵住 还有被派了士兵们 在墓门前看守这个坟墓 到了第三天 时间的事情就发生了 坟墓空了 耶稣不见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他们就做了一个假消息 说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 门徒们把他的遗体带走了 这个事我们可以相信吗 他们可以做这样的假消息 但是以罗马人他们的做法 我们应该无法 这个的假消息 这个是太简单了 罗马士兵他们有六个人 通常是有六个人看守 比如说今天要看守这个坟墓 有六个人 他们轮流 轮流 轮流看守 不可每轮有两个人一起看守 所以不会说他们一整夜都在睡觉 没有人看这个坟墓 不 有人在睡觉的时候 其他的人已经要把他们的眼睛睁开 要看 他们的法律 有罗马人的法律 如果这些士兵们 他们在执行他们的人物的时候 因为他们睡觉而发生了 像在福音里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这些士兵们他们也要受 受那个裁判要受罚 被惩罚 所以他们应该一定会 好好地照顾这个坟墓 所以从这里 说他们睡觉的时候 这个被耶稣的遗体被带走 那他们自己已经是审判自己了 他们在睡觉 这个是不对 这个是不可能 不可能发生的 这个是第一 第二 如果耶稣的遗体真的是被偷走了 罗马人 丢这么大的脸了 他们真的是丢脸了 所以他们一定会找任何的一个方法 把耶稣要带回来 把耶稣的遗体要带回来 但是我们到现在 或是耶稣复活之后 罗马人 罗马政府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去寻找耶稣的遗体到底在哪里 这个动作我们也没有看过 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消息 在我们圣经之外的一些的资料 也没有提出罗马去寻找耶稣的遗体 这个是第二 那第三 犹太人 法利塞人 耶稣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很想要把耶稣处死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人不能活下去 这个人不断地在亵渎 亵渎天主 把自己跟天主是同等的 同等的 所以他们就想找个机会 找个方法把耶稣处死 那这些领袖们 他们都每天看到耶稣 看到耶稣 也他们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 他们也在场 为了确定 耶稣这个人真的是死了 那如果说耶稣没有死 或是他的遗体被偷走 他们也应该无法接纳 他们应该也要想办法 要找到耶稣的遗体 要证明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那另外一个 从门徒们 门徒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为了要证明耶稣复活 他们制造了一些的故事 什么故事 是妇女去坟墓的时候 看到耶稣 遇到耶稣 显现给他们 看到坟墓已经空了 为什么他们利用妇女们 当作第一人来见证耶稣的复活呢 为犹太人 妇女的见证没有什么 妇女的见证是没有什么价值 那为什么门徒们 他们要制造一个故事 把那个妇女 先送到坟墓里面 去看到这些呢 这个也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事情的发生 就是这样的 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耶稣复活了 他先献献献献献给妇女 所以犹太人 他们所制造的一个假的消息 应该也无法被接纳 为我们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耶稣复活了 我们可能会听到别人说 耶稣没有复活 或者什么的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耶稣复活 我们应该站起来 像今天的独自音语 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门徒们 他们站起来 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做见证 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愿意以圣从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我们决意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 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天主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天主请以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身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以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罢神是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亲主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便是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脚脱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佛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伤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关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关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你们去传报 福音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感谢天主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赞美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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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望在天堂上 看见的旧敌人 他们都高声向主欢呼 有地在讲阳 有地在歌唱 全体都高声地 赞美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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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我主